金钱对你意味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好深奥 随便乱说 其实我也在想 在想一个问题是吧 对啊 这还没有解开的一个谜 金钱还是很重要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么推崇金钱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是有点太推崇了 宁在宝马里笑 你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觉 也不无道理 就是说这个物质基础 你是得去追求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追求它本身也是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前两天我有朋友还嘲笑我 我在买什么投资股票 到处问人 他说你那大老板 你还关心那么几个点 我说理财是一个人基本需要的能力 福布斯的榜单 或者什么胡日榜单 比如说你20岁跟年轻人说 你账面资产有25亿 你一点感觉没有 因为你实在根本不让你不可能用那么多 我一年的花费除了买包以后 以外都是给娃娃老公买的 你用多少钱跟你能够支配多少钱 那是两回事 对吧 你那些钱你永远不可能用 但如果愿意它是可以变成你兜里的钱的 你拿来干嘛 你花不了 你用多少钱你知道的 其实这部分更私人的钱 为那部分我会去河里去支配 公共的这种财富 我更多的是它的支配权 即使这些东西都是我兜里钱 我还得找个事业让它赚起来 这样才好玩 要不然你玩啥 你守着一堆钱干嘛 你有病又没有增值 对吗 不是你会觉得钱有它很危险的一面吗 太多了 这真的是责任 是社会责任 这个责任意识什么时候变得特别强的 意识到的 这不是一个责任意识 这是一个价值观还是世界观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属于我的 真正属于我的是所谓的工资 我真的是自己赚回来 那些东西真是属于我的 那些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 所以我在那些金钱里面 会是最自由的 那么我想怎么支配它 怎么支配它 我只想对我自己在这个部分里面去说话 而这个部分更多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那是我另外一个角色需要去面对的 因为你只有用这个价值观 我觉得自己才会端正 做这个角色的成本才最低 比如说在很多社会里面 这金钱都会转化 他们第一代有钱 接下来会去办大学 办教育 去做美术馆 它等于把金钱变成一个社会进步力量 就对你来说这种东西的诱惑大不大 不是诱惑 我觉得这未来可能是个必然 我们现在就看现在这些企业家 我觉得他们也越来越有社会的责任感 而且他们也更世界人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跟我周围的朋友我们也会 我爸爸妈妈也做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定会这样的 你会介意别人说你是富二代吗 原来有点介意 以前特别在乎什么原因是心虚吗 也有可能是心虚 可能是不自信 对对对 然后特别想证明自己 我还挺早就开始想要做点生意什么的 我初中那会儿就做亚方小姐 那时候最特别流行的大时间 亚方小姐 对亚方 然后我们住校到了晚上一熄灯 我要拿着电筒 推开人们一照 这颜色怎么样 就化着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走 自己当model 然后最当model 然后图上 然后就给卖东西 就卖化妆品 有钱我真一直都没觉得我有钱过 今天 真的没有过 我真的没有 我到今天我会觉得 我一天不工作了 我这个后盾就动摇了 我家里也是一直给我这种感觉的 我其实过去也会蛮羡慕说 王思聪 他们说爸爸去给你一个亿 然后让你去做一些东西 我就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都是爸爸借钱 很少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有危机感的 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后盾 从来没有 我每个月我都会跟我老红说商量一下 我们以后怎么办 说要是我要不上班了 我说你那个光靠干电影行不行啊 我说你还 你是不是能够更现实一点 他怎么回答你呢 他说没问题 他说媳妇 他说那个你放心吧 他说现在电影上好 你们要开会是吧 你们坐 你们坐 你们放在这坐会就好 从医疗大健康这块 我们做了一个三年的投资规划的 应该是钢要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医院 进行一个收银购 将它迅速实现一个规模的累积 和一个投资效益 定位的 定位的 这个放到大专科小综合的这种医院 但是你这个综合型的话 你对于体系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你的这个体系的支持的话 就必须要跟这种 感谢观看 我说你像以前父亲你父亲早上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企业包括这个行业 它是follow日本怎么样 欧洲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现在你们会变成一个 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么三十年这么一个长的历史 然后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区域 就它给你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种对公司的认同感吗 还是我觉得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别人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史 在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多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的 当我去梳理过去三十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历史给到 我们有一些好的转折的机会点 或者是政策有一些好的明显的这种一些开放口 说我们都踩到了这个这个点 并且提前了半步踩到这个点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反过来想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一定是这帮人一直坚持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退缩过 第二个他一定非常相信这个外部的环境 他不会变 如果他们几个不是特别正向 去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 相信我们改革开放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话 他不会还这样踩着机会上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外面的人会看起来 他们会把神化了 但事实上在我看到都是特别朴实 最内里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都最简单了 比如说你父亲这代人 他们是其实在就判断觉得未来三十年会一直很好增长 市场会怎样 对你来说呢 因为现在的判断不仅是中国经济环境 也是包全球的 你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为未来这些十年吧 我觉得农牧跟食品是大好的年头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互联网 还有移动互联确实它是一个时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绕不过的 你就在节骨眼上了 而这个节骨眼本来它是很大的危机 同时它也是机会 当然了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肯定是有技术能力人去引领 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是一波一波的 有些行业快一点 有些行业慢一点 而有些行业它依赖原来线下这些东西是不可或缺 甚至更重要的 它越来越波及到后面这些行业的时候 它更多的就变成一个工具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不要怕 坚定的去改 好事好在呢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它是一个当地去索取当地去销售 它没有说我拿这里资源卖到外面去 而且它是一个很民生的东西 我们在埃及他们那会打仗 打仗也是要吃东西 反而我们的很多原料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村民也都拿去吃了用了 大家反而还挺感谢你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狼性的行业 包括你 比如说你14岁读书的时候 别人问你是不是还吃粗盐 那时候中国是个形象 然后不到20年时间里面 然后你们是去了要地方买各种东西 中国要去开场干嘛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的 我们的时候倒了 土豪 对 就是一代人 就这么一代人 这种非常的dramatic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好像得看大家的眼色 你知道吗 小丫头的那种感觉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 你每次出国 哇塞全是中国人在购买 买买买 哪哪海关都说中文 美国人眼里出现了那种羡慕基督恨的眼神 这都是很明显的 这都是很明显的 我英文也说的办好不好的 然后还能用我这个办好不好英文 经常还跟国际友人们谈判 哎呀 我觉得感觉可好了 就一扫当年那个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那个怨气 对 比如你观察你周围的年轻的同事 包括合作伙伴 包括谈判 就是你们这代人 跟上一代普遍是这个区别吗 还是 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习惯了从小 就是听就全世界听同样的音乐 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 也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 对于这些东西 你有天然的包容性 比起上一代来讲 所以更容易去建立文化上面的沟通 我自己就是个四不像 我觉得老外很喜欢我 觉得我很西化 沟通很直接简单 我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 我跟他妈也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沟通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四不像 不也挺好的 包括比如说你父亲创业的时候 中国人的差别不大的 比较差别不大的 到你这代人区别巨大无比了 是在塔尖上最顶 对塔尖那批人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对你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对 我真的有点答不出来 因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她说我回过头来想 她说我们那个年代 虽然说从 但大家都从一平二洗的 再辛苦 当然都是高高兴兴的辛苦 因为没有差距 他说你看你们这代人 环境完全不一样 条件完全不一样 你们的竞争多厉害 你们的内心是多痛苦 你会对比如同龄人的困境 感同身受吗 比如他们在公司里面奋斗 可能奋斗好多年 在那买不起一套房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以前不会有那么大的敏感 就到领导岗位上我就觉得了 我最怕 我心虚的就这点 就别人来跟我说 说你对于薪酬 比如分钱 年底要分钱了 对吧 谁应该多一点 谁应该少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去看工作的表现 但你再下一级的人 他们的需求 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话 你就觉得踩不到底 你不知道这个阶段的 这个年龄的人 他最需要什么 比如对你现在一个你自己个人 比如你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这样的公司负责人 那你也是个文艺青年 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让你最忧虑的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 肯定每个人 是女 公司女生特多是吧 我看着好像一圈 没有 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应该解决眼高手低的问题 就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有知识没有常识的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大家都很能说会道 但是真正的在实践的时候就眼高于手 然后就不能够知行合一 就不能够 就是你会说但你不会做 那么公司需要来承担这一部分所谓的专业的职业化的教育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累人的 但是你也不得不做 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 你觉得 我原来有 我原来有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 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自己还算好 因为我从小家里会不要在意劳动这个事 你就数鸡蛋你也得干活 出门你背包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做这个慈善 然后我们到这种偏远山区帮大家做白内脏手术 我连续去好几年 他说你看像这样的事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子女会特别的体会 我说我也不是 你做这样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说你是体会一种没有前人的生活 或者你感受一下社会疾苦 我觉得不那么单纯 我打杂工 因为我们做志愿者 我们就是门口放人进去的 最后一粒手术龙 只能接最后 后面还排了一堆人 有的是年纪特别大的 有的是年纪特别小的 有的是很远之外骑着马出来的年轻人 你怎么去选择 其实这些事情也是很社会性的 这些东西也是你在这里面体会 他觉得是多维度的 觉得是你平时遇不到的这样一些抉择 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年纪 他们也去做这个什么支枪啊 这些 我认为不是不是不是不好 应该是很好的发心 可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改变现实问题的人 他一定是了解社会的 了解人民的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构成的 然后这些现状是怎么样形成的 循运渐进有策略的去做的人 而且这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社会经验 管理经验 生活经历的人去做更好 哎呦 看这些调料就很开心 是啊 你们这香啊 它是崇州的小吃吧 然后呢 以前是开在青石桥 青石桥是我爸那块 他们刚刚创业养鹌鹌鹌 然后我奶奶就在青石桥这个地方 去开了一个铺子去经销这些鹌鹌鹌蛋 然后我妈跟我爸谈恋爱了 就来见我奶奶 见了我奶奶当时又看着我妈了 然后就是带她吃鸳鸯 我妈是个东北人 根本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然后她就觉得哇 好神奇 有一种东西叫鸳鸯 后来是我在想 我奶奶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每次我妈去就带她去吃鸳鸯 把东北公园给诱惑到家里了 乖偏了 我奶奶喜欢我妈妈 对啊 就是那种嘛 就都看上它了嘛 就老是带她去吃这个 而这种东西确实很特别 它的桥面不新鲜压 它没有那个味儿 所以真的是挺unique的 好 哇 这看着就好香 太牛肉了 这看着也好吃 吃后的笋 我觉得看着笋很好吃 你看鸳鸯 一半面 一半粉 然后它都是自己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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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 牛皮 这个就是我们九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收的一个总部 嗯 然后这个房子呢 是完全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嗯 哎呀 这个地方我的记忆就特别特别多了 嗯 因为我们就是寒暑假就基本上就住这边 然后我们家就在上面有几间房子 嗯 我一般都走这儿 嗯 然后我跟奶奶就像坐在这儿 她教我下上旗就在这个这个地方 就我奶奶的房间完全没变 就这样 这里会有很多的相片 有一些是他们九零年那个时候去美国 学习这个现代农业是怎么样的 然后去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我小时候居然有一张 我的妈呀 我小时候生日会 4月2号 你看 你看 快快快 到亮点的地方 欢迎去 居然惊险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 居然在这儿有 你看得出来 这张 我爸就从小就比较在意我能不能够组织小朋友 小孩比较好说有蛋糕吃的就都来了 但我爸就很在意我去做团建那种工作 对 哎呀 就没想到在这儿找这张照片 好多了 就我爸我妈就在这儿照 哇 永逸照 包括你 你希望比如说 这种传递吗 这种 这种家族的 这个传统传递吗 你是指精神上的传递 还是这种财富上的传递 包括这个组织吗 你会希望这种继续传递吗 我觉得 还是看他自己喜欢 你包括你现在问我爸 他也同样说同样的话 他自己要喜欢先 但是坑还是照样安的 不跳那没办法 跳了人家也自我选 他从来他确实从来没有逼迫 或者是故意的这种施压 从没有 比如那三年在成都下巴的时候 你说是有点其实某种办逃避式的 就是说你还是会意识到家里的事业会最终把你吸过去 会这种感觉吗 我没有想到结果 只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就那种心情 那时候父亲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怕 其实你在他眼神当中 你会觉得在躲 你会觉得说你没有在承担更重要的 或者说是你没有体验过更有责任的事情 其实你内心当中是有点想逃避自己家那么大一个担子的 所以我有点怕跟他做深度的交流的 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逃避 知道在逃避的 知道的 对 所以知道在逃避的时候那种欢乐会更欢乐 对 有一点 有一点 报复性的 宿命式的那种欢乐 对 你有对美国在美国回来这种复旧很多的复旧 有 你好犀利啊 居然把这些事给掏出来了 你现在管理这个公司 你是不是也更理解你父亲了很多时候 更理解了 我们也更容易沟通了 而且我们的信任多了一个层面 以前是纯粹的就是爱 父女 然后现在就多了一种战友般的那种理解 partner 伙伴 以前我在家里更多是帮着妈妈说话的 爸爸回家晚了 爸爸要是不懂得关心妈妈 全都站在妈妈边上说话的 现在我有的时候会帮我爸去跟我妈去解释 觉得其实也是非常辛苦 并且孤独的 很孤独 她现在会跟你讲她当时的孤独吗 当然不会 还是老一代人那种 那种绷着 她不会去跟你讲那种孤独 你会给她讲吗 我跟她不会 其实内心的痛苦真的是 你没有人可以聊 我没有人可以比较 差异很大 每个人仿佛都是孤独的 你现在遇到这种孤独怎么排解 来喝一杯 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酒 但是我感觉比较轻 比较清爽 配火锅比较合适 我以前都喜欢那种特别时尚的 然后特别modern的东西 现在我发现一批一些地区都越懂 我介绍你们一档节目叶文姐 叶文有话说 我查一下 我心情更好的时候 我就听她这档节目 超级解压 弄不明白就不登记 你听 你没长脑子 她看一下上面一个手后的 她说是你没长脑子 就棒次的那个麦克 对 所有成功性都基于人性的 都基于人性的弱点的 但管理也是基于人的弱点的 是吧 必须要面对人的弱点这一面 而且 善于利用吗 对啊 那对你来说这个东西 难 不嫩吗 管理的话 我觉得很多就是要基于 人性跟组织的 这东西比较高级 我觉得 当然我还得学了 而且有些时候可能 会不那么让人让自己舒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要理解它的弱点 而且 有时候甚至要利用这些弱点 这会有时候 你会觉得 有道德上的这种感 不舒服的感觉吗 不会 一开始 我觉得不会 跟你的目的很多关系 你就像我什么目的 只要你的目的 最后是站得住的 我觉得还是就事论事的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不会 这只是技巧而已 首先你的目的得正 你刚才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最痛苦的时候 那最挣扎的时段是哪一段呢 开小店的时候吗 还是 可能那段时间最挣扎 我一直就是对自己 我老反映自己 你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思考出来 还是父母给你的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反而我挣扎挺多的 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的 我觉得很多父母太强大了 你根本就找不到自我 根本不知道今天这个决定是 你受他们的影响来的 是他们的决定 还是自己的决定 你会忍不住的想去问他 你分不出哪个是自己哪个是他 所以你没有安全感 你老觉得 你把不住有一天办办办办 如果不能给你做决定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独立的时候 你能不能这样 这个是我 我一直来反过来去要求自己 跟自己对话最多的一个内容 现在还在对这种对话吗 有 还是有 但是没那么多了 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多 积累出来了不一样的东西了 因为你不勇敢的走出去去试的话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见识你自己 那你觉得那会儿 比如你不开店 然后借这个班 有被决定的成分吗 我觉得我妈有辅助作用 其实我还是很犹豫 因为我觉得 我会不会没有我的自我 会不会笼罩在一个很伟大的人的阴影里面 这是我最不傻的嘛 实际上 我妈其实也劝过我 她说你要换个角度来思考 你曾想住校 然后出国 出国回来以后在外地工作 你爸爸 在你小时候创业 在家时间本来不多 他说你现在如果还在外面工作的话 我们这家人相处陪伴的时间 就太少了 你如果现在回来的话 至少你可以把公司当家 当作一种跟他相处的地方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家在陪伴这个角度上 可以积蓄很好的延迟下去 为什么不好呢 你去补偿你自己缺失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段话 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我觉得我妈超有智慧的 只有在这一点 换一个角度看事情 但中国 就我们这代 跟父母之间关系 都是普遍不好的嘛 普遍是紧张的嘛 他们不愿意去 都彼此都不好 都不愿意理解对方 你们家是挺意外的 我觉得 我们家非常不一样 对 我们家其实在教育方式上面 是非常开放的 嗯 我妈会不停地叫我爸说 你要去表达对女儿的爱 嗯 我爸一开始说 我爱你的时候 是在我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爸一次特别生意 你知道吗 都跟大手 我 也就那种说 然后我也觉得很个色 但是我知道 他是被我妈逼的 要去表达 嗯 我真的 我不知道说这个 会不会大家觉得很怪 但是我真的觉得表达 特别特别重要 我觉得我福气很重 是因为我们家里人都懂得 家庭里面爱的表达 有多么的重要 真的是 我发现这集主要是一教育节目 关于怎么样 对 我觉得太牛逼 我觉得太喜欢你爸 你妈了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我太喜欢他们了 他们真的是很少见这样的父母